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火箭跟队记者Mark Furman报道,消息人士确认球队将和德马库斯·考星斯分手,可能是交易或者裁员的方式。 NBA记者Kevin O.N.39,Connor报道,无人是有意追求考星斯的球队之一。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考星斯的市场有限,本赛季复出后,进攻表现糟糕,但对胡人或者其他需要内线深度的球队还是有用的。 The Athletic记者Shanks Karanir最先报道,火箭和中锋德马库斯·考星斯计划在未来几天分手,考星斯因为重伤缺席了过去两个赛季。 他参加了,今年火箭28场,比赛中的25场。 场均得到20.2分钟,得到9.6分,7.6个篮板,2.4次助攻,0.8次抢断,0.7次封赶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And,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